1.3劍 關於動作系的部分聽了武慣的描述都知道有多扯淡 在這裡就不多談了 扯淡的還有其他 比如犯人的手法 居然是僅僅透過了利民軟件就能夠害盡NASA 更離譜的是人家入侵都是用改良主機 甚至大型主機在幹的 你居然僅靠手機 什麼牌子啊 該不會是靠竊密起家的華為吧 再來很多人都呼吸掉灰燕愛的部分 它用電腦計算鬥墜落軌道 這不僅僅是用天才科學家說的過去的 算是這種東西更需要非常精準的 身邊也要有一台超級電腦 更扯的是這都是在5分鐘內就完成的 一樣扯的還有公安 公安也是在5分鐘內搞到炸彈 並受到摟頂 哇原來5分鐘內可以做到這麼多事情啊 看來當初你的名字隕石墜落時 我真的做了錯誤的評估 三爺你何必跑呢 慢慢走都趕得上好嗎 此外動作系做到出格搞笑的部分也是相當的多 好比柯南跟安氏聯手這個橋段 柯南騎著滑板安氏開著車 滑板跟車子拉開距離後 先不要問我為什麼他不收起滑板跟安氏一起坐車 滑板跟車子拉開距離後 先在車封間表演一下特技 然後好巧不巧的一輛車朝著柯南撞過來 這時候安氏很神奇的出現在右側 並且車子也飛了起來 阻擋並保護了柯南 拜託你剛剛車子不是還在滑板後面的嗎 再來就是這個追犯人的橋段了 手機被拿走後搶了過來 奪門而出 跑步過程我看了好幾遍 真的是快把我笑趴了 我可沒做任何調整喔 真的就這麼餓 也就是說這個動作系可以很帥很時髦 與此同時也可以這麼的傻逼 再說雷人台詞吧 很多觀眾尤其是中國觀眾 覺得最雷人的莫過於是電梯開門後 安氏說 我的戀人是這個國家 聽著有像日本戰狼 但我倒覺得還好 要知道安氏版就是日本公安 是國家特務 是暗中默默守護國家的警員 打個比方就讓活靈忍者暗部 又也為了存職不惜殺害族人 說自己的戀人是國家確實有些肉 但在我看來他只要不衝出戰壕 對著隕石吶喊 放我大日本 雖願必諸之 就行了 我的意思是論矯情雷人 戰狼起碼甩到十條街 你們知道坦克從你身上過去的時候什麼感覺嗎 我感覺嗎 不會吧 該黑的地方都黑完了 再說說這作品的優點吧 或者說我覺得沒那麼糟的部分 首先就是劇情了 這次的劇情主要圍繞在公安部警方、檢察官、謝仁和他們之間的關係 許多人表示這劇情太過硬核 特別是中國觀眾 警方跟檢方傻傻分不清的大有人戰 啊不是被抓就代表有罪嗎 甚至還有人這樣認為的 所以說我覺得對中國觀眾算是很好的科普吧 了解一下法治國家法律程序是怎樣子的 政治不得干預 而且司法環節各自獨立 在中國是很難看得到的 軍中說到公安警方權力過大 以至於檢察官完全不能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力 只能為命是從 這有位於他們心中所堅持的正義 中國觀眾為什麼對這些無感呢 因為中國警方的權力比這些公安還大 往往一個警察就身兼逮捕 私暴入清明災還不用搜索票 等等等等 完全讓日本警察甘拜下風 雖然是最純粹柯南粉絲也是很好的示範 舉例來說你真的以為柯南每次在吶喊 犯人就是你的時候 這時候犯人就會被定罪嗎 別傻了真的有決定權是檢察官跟法官 所以社會上才有那麼多人在打官司啊 整理一下 犯人動機是長久以來檢方的權力被警方剝奪 為公安警方所擁有 再加上自己的縣人被逼死 這兩點促使他展開大規模的報復 一開始炸掉會場是給公安下馬威 再讓電器著火是為洗雙小五郎的嫌疑 最後選在縣人的季日讓太空上撞回警視廳 當然是在裡面已經沒人的情況下 你只要知道一件事這犯人也不是太壞 雖然有逆天科技也一直避免犧牲無辜 他要的只是權力過大的公安警方垮台 總而言之我覺得這次的劇場版 犯對動機還算挺合情合理的 而暗示鬥劍的人眼旁觀的行為也做出了解釋 原來在爆炸的時候 暗示就想到整體事件可能會不會當成意外處理 於是安排了代罪高昂 反正這人是誰都無所謂的 只要等到意外的可能性被推翻 就派個律師給他辯護還他清白 沒錯這律師就是自願的請命這位 但暗示卻指明毛利小五郎 理由是他要柯南不得不下這場渾水幫忙 有人認為這個理由太扯 太便扭 直接從白盧上去叫他一聲不就行了 但我個人覺得還好 因為這時他們兩人關係 還不像柯南跟平次一樣能夠完全互信 總而來說這劇場版內容還挺飽滿的 的確還有不少討點跟印象 但跟之前幾部比真的已經算好了 有一次安視開槍撞破玻璃特寫 以及太空艙墜海那一幕 我重看好幾次都讓我感覺到 劇場版動畫的進步 也期待後面能夠越做越好 好啦以上就是我對M22 零的直音者的看法 我是藍風 我們下期再見 我會跟著我 我會跟著你 每一個人 都在走 你會跟著我 我會跟著你 你會跟著我